昨天看到有些传闻出来的时候 世贸的股价跌 其他内房股又受到影响 以你的分析 其实内房行业现在是处于什么状态呢 我想大家去看的时候 可能稍为有负面消息 投资者的戒心方面 就会比较高一点 以至到沽压方面也会比较明显 现时去看的时候 你说真的会有个别一两间内房企业 出现最终的爆煲状况 机会都是比较微一点 基本上内房也好 内银也好 我相信中央的倾向 都不希望有任何一间企业爆煲 因为会触发到一个连锁性的负面猜测 即是万一真的恒大爆煲 大家就会乱想到 现在有一堆民企的内房 都是有一个的爆煲风险存在 以至到会出现一个恐慌性的抛售情况 所以现时去看的时候 可能会传负面消息出来 以至到内房企业出现一些沽压的状况 但是真的会出现一个爆煲的状况 暂时去看的时候 可能性就会比较低一点 但是按着投资者的操作来看的时候 变成了不适宜拿着内房 例如观望一两个星期看看状况是怎样 因为有一个消息面就变得很紧要了 所以倾向上来说 可能作为一个短线的部署 拿掉一两天看看会不会有一个挺好的表现 又或者是甚或是作为一个即时的操作 看到它开市的时候一个低开的状况 但是配合大市可能会有高走的时候 调查看看有没有机会炒日内的波幅 应该会比较可取一点